最近湖南诸州的一名女大学生小敏遇上了一件烦心事 一名自称是公务员的男子通过微信认识了他 还说要包养他 在遭到小敏的拒绝之后 男子仍然是纠缠不休 无奈之下小敏只得求助记者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小敏是诸州一所高校的学生 兼职代购生意 今明9月下旬为了拓展客户员的小敏 通过微信搜索附近的人 认识一名自称是公务员的人 在小敏拒绝之后 男子仍然纠缠不清 称自己的目的就是包养小敏 并称要包养小敏一年 就在小敏感到震惊和疑惑的时候 这名男子还主动给小敏 看了自己的工作证 难道这名男子真的是公职人员吗 为了进一步调查真相 一组记者就以小敏同学的身份和男子见面 在聊天中 出于谨慎 男子几次自行身 看得出 那么男子真的是公职人员吗 我当时我看了他 那不是什么 我当时你学的就是 什么这个包括 我对他来的女朋友 我对这一天有学 哦 不是公职人员吗 搞正常事 我说了女朋友 确实 在聊天中男子坦言 自己已经结婚 这种关系就是情人关系 男子还称 如果关系能够成立 那么两人见面时 要设置暗语 并称 只要关系够隐灭 即便有小儿和老婆 都没有关系 两点多的草莓工作 做得好 怎么办 请 让你们直接的关系 我们用三个车 可以说有个暗语概念